各位朋友大家好 其實我一向都很感謝大家對我的愛戴 不過我們是時候要適應一下新環境了 那就是由現在開始,大家記住不要再按廣告了 不是說反話,真的不要再按廣告了 太多人一起按廣告的話 Youtube就會扣走我其他應得的廣告分享 全條片就零收入了 至於有新廣告片,大家對產品有興趣就播給自己看 但就真的不要再按廣告了 免得被Youtube一刀切 上個月又切死了我 重收入比前一個月還慘 現在只剩下幾個% 所以如果大家依然希望小弟可以做全職 就真的加入Patreon 讓我可以養到家 以及繼續可以在Youtube這裡照顧一些未有經濟能力 或者環境不太好的兄弟 希望大家明白、體諒和支持 終於說到西甲,馬體會對巴賽 其實我覺得今場的賽事都算挺好看的 雖然全場只有一個入球 不過組織上的質素真的比以往的馬體會對巴賽 或者巴賽對馬體會比較好看 馬體會今天第一時間的連結、盡快完結攻勢不錯 而巴賽那邊的組織也比前幾季進步了 之前華為迪教巴賽的時候 對著基本上肯定都會收縮的馬體會 都還是4-4-2保保守守 這個華為迪 面對著密集就沒有什麼進攻的層次 組織的層次 最終來說是多次靠美斯 但天保自尊 但現在巴賽的教練朗勞高文 他起碼面對密集是用4個進攻點的 其實今天做到幾次的破密集漂亮組織 我稍後會解釋為什麼最終能夠做到 但是轉化不了入球 但是起碼巴賽今天的組織都好過以前幾次對馬體會的時候 剛剛就說起入球 不如首先講這一場唯一入球的評論 這個就是丹比利進攻的時候在右邊扭失球 失控球權給馬體會嘗試打反擊 但其實本來碧基就已經攔截到 誰知道碧基也出現犯錯 其實當時差不多完半場了 再保持控球權 其實沒什麼意思 所以碧基直接大腳拗上去就完全沒有事發生了 但是他打算保持控球權 保持這個沒什麼意思的控球權 但是他拿球的時候又拿失了 拿得不漂亮 拿來了身 大腿控得太大力 就送了禮物給人家 人家就可以打個反擊上去 再遇上就是今天的搜門員達史特根嚴重犯錯 明明不用衝出來 還要衝出來 還要衝出來中線附近 還前過巴塞的最後一個防守球員 認真高風險 結果一比卡拉斯高過了 就空門了 一射就沒有了 完上半場淺落後1比0 最後也是這個比數而輸了的巴塞 是時候要講講這個支持最大的責任 是哪個巴塞球員 我會選擇達史特根 因為其實他只要不衝出來 就很大機會不會有事 當時卡拉斯高還是距離射門的位置很遠 太遠水路了 而且還有巴塞的last guard 跟他單對單住 卡拉斯高根本不是完全單到 守門員就根本不用出來 可能你會問 這球球是單比利扭球扭失了 就被人搶了 才會失控球權被馬梯會打反擊 單比利似乎是似著勇者 為什麼他不是最大責任那個 我的答案就是 沒錯 單比利的整體意識依然是有些問題 如果他這次不選擇扭球的話 就未必會失控球權 他的確是犯了錯 但是這次情有可願的球 為什麼這次情有可願 是因為 其實真的沒有巴塞隊友去幫單比利 當時他在右邊拉邊 但是孤軍作戰 沒有人幫他 那他當然是更加大機會會犯錯的 其實今天單比利拉右邊的時候 都多次見到 是沒有隊友幫他 但是他都很多時候 能夠透過單對單的方法 用個人能力以及速度 扭下禁區底線或者底線傳中 上半場他犯錯之前 都起碼成功扭下底線幾次 甚至試過禁區底線可以傳中 坦白說 如果不是單比利不斷嘗試單對單 扭動射腰下底線 巴塞今天下底線的次數會大減 就是入球的機會都會大減 而且你們今天看到 單比利的整體意識其實有少少進步 他要交的時候都會交 是沒有隊友幫他都沒辦法 他唯有盡力做下去 也曾經產生過 他落到禁區底線的第二波傳中 傳中大力了少少 但其實位置都很有機會入 你最多可以說他的質素不夠 有待提升 但一開球就是這一下 基沙文就真的有機會入球 是協助到基沙文出現門前的機會 所以都是要責怪為什麼基沙文 那下把握不了入球 我亦都會批評美斯 作為今天的主角 為什麼這麼少過來 偏右禁區頂去幫單比利 不過我主要批評的對象 都不是球員 是朗露高文的教練 沒錯我首先稱讚他今天 四個進攻點打算破密集 他亦都有安排單比利多些 拉右邊去產生空間 但我就不明白為什麼 是用派敵打左邊 其實看了這個年輕人幾場賽事 也都驚訝到他打中間 比打邊線好 今天刻意安排他打邊線 但他拉邊的情況就不理想 他始終都是喜歡打左邊 很多時候都是要左迪捱巴 一條線左邊打完 反而右手邊的是羅拔圖 和單比利有少少呼應 所以巴賽基本上是靠右路的攻勢 左路是沒有什麼攻勢可言的 明顯是因為用錯了派敵打左邊 今天最佳的陣容應該是用查卡奧打正選 打右邊 單比利就打左邊 馬體會今天防守的時候 是有五個防守球員的 所以巴賽進攻點拉邊的這一環就變得很關鍵 才可以拉開對方的五人後防線 你如今欠缺左邊進攻點拉就差很遠 上半場巴賽其實有點優勢 但是捉到路脫不了角 領先不到就意外落後 去到半場的時候 就是時候要考驗教練的調動 但是朗勞高民就坐以待斃 其實半場的時候必須要作出兩個調動 一定要想辦法把查卡奧和達斯換進來 上半場經常見到羅拔圖不夠快後上插入 有機會都把握不到插入的機會 減低了邊後衛後插入的功力 必須要用達斯的速度型球員 這個位置其實位換位很容易搞 而查卡奧的調動其實都容易搞 有的也都可以位換位 你不是查卡奧直接取代派迪 查卡奧過來右邊 單比利去左邊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希望留住派迪的創造力 你也可以把查卡奧取代把握不到機會的基沙文 就變成美斯英之前方 派迪進攻中場同樣查卡奧右邊 單比利去左邊都是搞定了 但是朗勞高盟是要等到82分鐘才換入查卡奧 臨場的調動始終都還未成功 而這個達斯可以在61分鐘出來 都只不過是因為迫機受傷 迫到朗勞高盟要早點調動 而最慘的調動就是57分鐘的那一刻 用古天奴取代派迪 古天奴就變了進來打左邊 這樣就立即可以宣告巴塞長球是輸了 古天奴打左邊都失敗了 為什麼還要這樣用呢 古天奴打左邊之後巴塞的控制力更加差 反而馬體會有越來越多機會進攻 一直看下去都覺得好像馬體會會拉開紀錄 朗勞高盟就不是知道古天奴要打中間嗎 古天奴應該打中間美斯 打英志前鋒基三文右邊 單比利左邊也可以 但是朗勞高盟搞了很久都不調整位置 巴塞一直入不了球很正常 是要去到82分鐘 去到第三和第四個調動出現 才調回古天奴的位置 太過遲了 在82分鐘兩個後備入體 更換了結構去到4123超級主攻 那你真的要時間適應啊大哥 你完全改了很多東西 82分鐘去調動 你適應10分鐘 即是92分鐘才適應 玩東西嗎 朗勞高盟又是不適合打大戰 或者他不懂得打大戰的臨場調動 要學東西要交學費 今季我給他的建議 就不如這樣 正正經經擺好球員位 不要錯就算了 4231走到尾 讓球員自己做事 那些球員其實本來有意識去做4231的嘛 你讓他們做咯 你跟著就盡力在訓練的途中 就練一下那些年輕人整體意識 那這個禮拜的精裝版微觀昇華同步 我會交代單給你的犯錯 即作為反面教材 之後呢 在這個禮拜其他的賽事 剪在一起作為例子 就告訴大家 同一個例子裡 同一個情況裡 要怎樣做才可以做得好些 例如用利物普的球員 作為正面的例子教材 記得留意Patreon的精裝版微觀昇華同步 另外有封閉節目 記得留意 星期四晚八點鐘 不追頻道的直播 打電話來跟我談波京 明天會公佈電話號碼 Patreon的片尾彩蛋部分 今次又會跟進一下巴塞 義家西甲的前景 記得留意Patreon的片尾彩蛋 因為大家都明白 最近很多Youtuber都是叫苦連天的 都是加入Patreon 就是對於小弟的實質性的幫助 其實不單止幫到小弟 也可以幫到一班學生 讓我可以繼續在Youtube 免費出到片 是一個對學生的照顧的 其實四十元都不用 就能幫到手 已經可以看完 Youtube的所有節目 不用看廣告 也有片尾彩蛋 以及已經有獨家的預測節目 七元美金的話 也會有專屬直播可以參與 九元美金的話 也會有微觀星畫同步 這些學生優惠 如果你沒有credit卡 你可以在手機上高 裝Tech&Go的程式 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credit卡用 去加Patreon 多謝各位的支持 拜拜